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重写下你我 甘固于共和天地同游 血染头 宿命纠缠无解的因果 乱世中 未相逢的缘由 并肩踏过了坎坷 重拾了离合 干戈了落 明月照晨光 我愿只一腔甘胆 铁马斩各向云端 只为那一句无憾 生死举不破不唤 人眼随心已斗转 山河尽处人不散 穿越狼烟再与你相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 董姑娘 姜姑娘 我今日去东宫探视姐姐 听他们说你大婚在即 便来看看你 董姑娘有心了 你真的要嫁到侯府 我要偷 侯爷并非我所爱之人 我也不能坐以待毙 就这么不清不楚地嫁了 更何况我要去找我师父 你打算如何偷 这宫门森严 我原本想着 藏在干水车里混出去 可谁知道 他们连干水车都差 我就想着 大婚当日 宫门打开的时候 我趁着人多眼差混出去 你跟威指挥使商量过了吗 我不想连累她 我也不能全然都指望她 这样 再靠左一点 左一点 过了过了 好像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安大哥 这又不是什么射箭或穿针 哪有这么毫历不差的 明天就是侯爷大婚的日子 当然有毫历不差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安大哥要成亲呢 我成亲可没侯爷成亲重要 这话我可记住了 我要告诉我们未来嫂嫂 你敢 翅膀硬了是不是 你看我敢敢 来 站住 过来 你能拿我怎么样 收拾 侯爷 吵到侯爷了 今日辛苦你们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还早呢 还要确认 明日姜姑娘进门时她的席 还有和侯爷共饮的姐 还有枣子和栗子 侯爷 我看安大哥 连你和姜姑娘孩子的小名都取好了 那当然要 枣生贵子 百年好合 还要甜甜蜜蜜 琴瑟和鸣 向此 我已备好一切 我定会等到你回心转移的那日 没错 我再来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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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我不能连累你 你放心 我自幼长在门法世家 耳濡目染 有自保的手段 董姑娘 况且这公愿森森 理智重重 凭你一人 如何挣脱这牢笼 我不如你潇洒 不如你勇敢 但我也愿助你一臂之力 毕竟成全你 也是成全我自己 我还盼着你离开这之后 替我去看遍世间山水呢 谢谢 大人 都准备好了 我去那边 好 我去那边 放点 天来了 来 我帮你去那边啊 好 小心啊 跟我 来 小心啊 这里可以 行 可以可以可以 养兵千日 今日 正是你们为夫人效忠之时 是 夫人 燕姑姑带到 麻烦燕姑姑 混在运送聘礼的车队中 入宫之后 自会有人接应你去偏殿 恐怕这把剑 不能带入宫吧 此乃我随身配剑 从不离身 可将此剑藏于屁里之中 总不能就这么拿着入宫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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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就看你我的了 你我倒不同 各取所需而已 今日之事若成 你可携将此远走高飞 我亦可携眼儿步步登高 但若是有万一 还须你我通心 万不可突累儿女 夫人这幅画留了三十年了 我深知她猜忌多疑 才把这幅画时刻带在身边 自保罢了 三十年了 你欠我的 该还的 只怕侯爷那儿 这既是她自己求的 就该让她自己受着 她得尝过求而不得的滋味 才能明白 若要成就大业 总该舍弃些什么 我看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娟见过郡主 董二小姐请喜 今日是郡主大婚之日 董娟特来为郡主添妆 有心了 你们都退下吧 稍后你换上锦心的衣服 我会带着你坐马车离开 你们一定要死 是被我挟持 万不得已才助我出宫 绝不能被我连累 放心吧 应对这些手段我比你受 出了宫 你一定要一直往前走 千万别回头 谢谢 只要我一出宫 你便马上举报 他们就不会怀疑你 郡主 此一别恐难再见 快走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 何人出宫 何人出宫 见过董二小姐 我身体突感不适 要先行回府 原来如此 董二小姐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时 我好像看见我师父了 是裴府送贺里的车队 应该是往偏殿的方向去了 你看清了吗 我师父我绝不可能认错 你先走 我去探查 我师父肯定是过来找我的 我不能留他一个人在这儿 况且我也不能连累你 可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站住 你先走吧 走 我们就拉你的车队 像我一样 那边 还有一个车队 你会将一样 是 iku 你先跟我说 我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吉时已到 请郡主 吉时已到 请郡主 吉时已到 请郡主 今日三郎不在 都警醒一些 属下今日出门 也会看见夫人 陛下驾到 参见陛下 朱卿平身 谢陛下 开始吧 吉时已到 宫成家里 吉时已到 宫成家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码 起码 今日大婚恐怕行不成了 发生何事 请陛下恕罪 宫中闯入了刺客 刺客 在何处 正在全力搜捕 还请陛下和诸位大人 先行回避 请父皇速速回宫 陛下 荣国夫人去了偏殿 陛下 陛下 荣国夫人去了偏殿 回朝 随朕走一趟 是 三郎 你在这儿候着 背好人吗 陛下 里面恐怕会有埋伏 您不能独自进去 你且候着 有埋伏 朕自会召你 记住 莫要让人进来 也不能放人出去 是 你终于来了 雨蝶 你应该在大殿上 见证裴眼的婚礼 为何在此啊 眼儿大婚 父亲却不在 这得好好问问陛下 你为了黄泉 对我气弱必喜 你既将我抛给紫禁 为何又害死紫禁 致我们孤儿寡母 与孤立无缘之敌 紫禁战死沙场 朕也十分痛心啊 哼 受起你那 信心作态的样子 你骗得了别人 可骗不了我 此境并非死于 魏人的铁蹄之下 而是死于你的猜忌之中 雨蝶 这都是你的臆想 子虚乌有啊 陛下忘了 雨蝶 才是懂陛下的那个人 陛下在想什么 雨蝶怎会不知 你是为了野心和皇位 才杀了齐妄 今日之语 并非我一人之言 有一个人 你该见见了 陛下 血车 你追杀了我二十年 今日 我要你血债血偿 小慈 你去哪儿 侯爷 我看见师父混在侯府的队伍里进了宫 正在往偏殿走 罢了 事已至此 做你想做的事吧 若你知道些什么 你告诉我 跟我来 炎氏 你终于现身了 二十年了 今日 我就要替谢淳 讨回这笔血债 当初若非你们姐妹掳走了淳帝 她又怎会客死他乡 你在说笑吗 当年梁月河滩江城 是你以先帝病重为由 将其召回 趁机软戒 若不是我们姐妹二人将她救走 岂王恐怕早就被你幽禁致死 彼时先帝病重 朝局混乱 各路势力蠢蠢欲动 朕要平息内乱 命一干亲王贵州 都留守各子府内 并非针对齐王一人 是你们包藏祸心 任贼作有 才让齐王死在那月落城主之手 当年河滩进展得十分顺利 萧海天有何理由杀死齐王 不过是你寻了个替罪羔羊 将黑锅全都扣在了萧海天的头上 住口 你是勾结月落 谋害齐王的魏国刺客 朕何须向你自证 那陛下想如何向天下证明将词呢 若燕氏真是谋害齐王的真凶 将此缘何活到现在 还与燕氏请为母女 永安自幼就被他收养在身边 恶意缩柏 挑拨离间 妖言蛊惑 也属正常 你杀了齐王不够还要杀他的女儿 不正是怕有朝一日陛下的谎言 被江慈的存在给戳穿吗 你卸撤 你逼宫改召逆腹篡位 醉其一也 你残害手足 诸禄齐王醉其二也 你污蔑无辜 杀伐无度 醉其三也 如此不孝不忠不义 有什么资格做大梁之主 终于原形毕露了 你要篡位 要逼宫 陛下的禁军营已经被围 燕氏乃齐王就案的人证 你若不想我将此时公之于众 就写下退位诏书 此时善为 你还能留得个轻正贤民 那你准备 让谁坐镇的位置 裴眼 眼儿口口声声要永做良辰 匡服的自然是大梁和善 你得不配位 本该退位 让太子继承大统 朕明白了 你是想让裴眼 权倾朝野 携天子以令诸侯对吧 陛下百年之后 大梁江山 就由不得你操心了 朕可恶 偉招 拿下 朕尔 拿下 陛下 你太小瞧玉蝶了 出人 拿下 你下毒了 你不死 怎助我成就大力 你不死 是 你师父暂时不会有危险 你若是敢伤我师父半根头发 我要你加倍奉拌 承机 严氏 你将此青铜母女 岂王就按你还知晓多少 没错 是我 已经要之便 脚脖脚所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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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若你现在想走 我拼死 也能为你杀出一条生路 师父 我绝不会再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们一起回家 走 我带你回家 我宝贝将家走 走 从一开始你就在利用我 在南陵的时候我就该一走了之 月落所桥之时我更不该回头 我就不该相信你 更不该认识你 是我连累了我师父 师父 害了我师父 师父 谢彻 你为了掩盖齐王一案的真相 驱使光明卫杀了唯一正人燕双桥灭口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守得住这个皇位 如何面对天下的子民 陛下 陛下 老农护驾来迟 您没事吧 荣国夫人 犯上作乱 在场军委叛党 统统拿下 父亲 陛下 陛下 陈培眼 愿代母亲受罪 请陛下饶恕母亲一时糊涂之举 起来 我不是输给你 我只是没有你心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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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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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慈 你醒醒 小慈醒醒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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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你还活着 太好了 师父还活着 你这孩子 你胆肥了是吧 敢咒我了 师父 师父 怎么舍得离开你呢 行了行了 快起来吧 水浸汤都凉了 水浸汤 不是你给我做的吗 不是你给我做的吗 慢慢喝 我手艺真好 师父 你知道吗 我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是梦到被我罚背书呢 还是梦到被我罚 把头藏的好吃的交出来 比这个吓人多了 我梦见 我背着你偷跑下山 我遇到了好多不该遇到的人 我好几次差点连小命都丢了 梦里面我特别后悔 我就应该听你的话 我不敢下山 我好想回江家村 可是我怎么都回不来 没关系 现在回来就好 我以后再也不离开江家村了 我就待在这儿 我就待在你身边 夏姨 你叫我什么 小姨啊 你不记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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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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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 起来 我师父还等我呢 我要去找我师父 我要带我师父回江家村 我要带我师父回江家村 我师父还等我呢 带我师父回江家村 我师父 大人 江姑娘 已经送回玉纯轩了 要不 您跟江姑娘解释一下 燕氏中毒被杀 您也是始料未及啊 找个好地方 将燕氏 好生暗藏 你师父 暂时不会有危险 我会安顿好女师父的 你若是敢伤我师父半根头发 我要你加倍奉还 交出桥爷 我们已经联手 他所言不许 我已同意联手 师父 陛下 陛下 臣裁衣 愿待母亲受罪 请陛下饶恕母亲一时糊涂之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裴燕求见朕 让朕放你一马 玉蝶 朕从不知道 你对朕 恨至如此 当初你对我说起就起 你毁了我的一切 谢彻 这么多年来 我每一夜都数着对你的恨水局 我恨不得将你薄皮抽筋 让你血债喜欢 朕这一路上舍弃了很多 已不记得 可唯独舍弃你 是朕心中的遗憾 玉蝶 朕一直记得 你对朕的情谊 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朕给过你选择 你若是当初接受了 朕与你仍是一如既往 可你放弃了朕 选择了紫禁 你竟然敢替紫禁 我好不容易放下过往 玉紫禁重新开始 是你的猜忌 害得我们夫妻分离 累我孤儿寡母 是你 你再一次地毁了我 你也毁了玉蝶你 在朕心中的念想 念想 这句话陛下自己都信了吧 令陛下念念不忘的 并非是以我那段旧时光 令陛下心中念念不忘的 不过是昔日那个尚存一份 真情的自己 以为自己还是个有感情之人 但谢彻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 才会喜欢你这样的人吗 是与你一样的人 朕心里早就知道 你便是与朕一样的人 劳心苦思 韬光养晦 朕看着你 仿佛照镜自观 但是朕没料到 你的野心和欲望 竟将你催生到如此地步 陈王败寇 我输了 但您也不会赢 谢彻 在这世上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谢陈王败寻 他就在这儿 你的余生 都只会活在对他的良心不安中 我一日能够安眠 你当真以为朕不会杀你 你就不怕 朕会悉数从裴眼身上逃回来吗 别忘了 他现在还在朕的树格墙跪着呢 谢彻 我告诉你 你这一生永远别想再摆布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朕说过 朕会在心里 一直给你留个位置 你的性命 过去 现在 将来 都是朕的 朕不会杀你 但朕永远不想再见你 你的余生 就在清兴安念佛筹经吧 作曲 李宗盛 悠悠残阳似海眷年月已阑珊 街上的霜共长的线把人牵绊 悲许的风难溃的眼谁能再见 遥遥看山沿沫落红一片 竟然似水流年 当时到寻常 却空流此生茫茫 一席就时光 歇宿已伤 当时到寻常 在风中默然回望 一席就模样 心在何方 当时到寻常 在挥手似梦一场 相约莫相望 不负时光 当时到寻常 转瞬间尝尽沧桑 人间随无常 盼却无恙 我都不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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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